台中一所国中黄姓校长在今年4月被爆出曾经性侵学生长达4年多 后续有更多的受害者都出面指证 而对此台中市政府也针对黄师政教过的区域来发放2000多份的问卷 但没想到最近收到了西区一名女学生的回函 详细了记录自己被黄师染指的过程 若查证署时受害人数将会增加到4成 台中一所国中黄姓校长在今年4月被爆出曾性侵学生长达4年多 后续有更多受害者出面指证 对此台中市政府针对黄师任教过的区域发放2000多份问卷 在回收问卷中发现第4名曾受害学生 且发生时间可能未超过法律追溯期 我们在普发问卷之后 其中有一位回信里面他自己有谈到 这个部分目前由学校在病案处理当中 教育局也表示关心 同时我们也把相关的资料 移送给地检署来侦办 因为到底他的追溯期如何 这个部分我们交由司法来审判 教育局指出涉案教师被指控性侵 当时服务的学校发出2053份问卷 目前回收600多封 其中一封检举十几年前发生的类似案件 由学校并案查下去 教育局也表示关心 同时也把相关资料移送地检署证办 发放的这个问卷 大概是2053份左右 那回收大概600多份 目前的情况大概是这样 那不管将来他回收的 如果还有疑似的这样的一个检举 我们也一定就办到底 这个部分也是要请我们各位市民朋友放心 教育局也强调将来回收 如果还有类似的检举 教育局也一定就办到底 至于第四个检举案是否在追诉期内 这部分要有司法裁定 记者杨俊环台中采访报导